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1749集 九皇叔 我终于找到你了 九儿忽然扑了过去 跪坐在男人轮椅边 将他一把抱住 九皇叔 我好想你啊 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 但他很快就被人拎了下来 气动还没结束呢 就被人一把摁在椅子上 陆北城一张脸 绝对是铁青色的 盯着他的眼神 犹如冰冷的刀子 我请你回来 给我当主治医生的 你却想爬上我的床 嗯 他力气很大 很难想象 一个常年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真九儿一瞬间清醒过来 完全不知道 刚才是怎么回事 就像是中了邪一样 连一点点反应的机会都不给 立即就陷入了进去 就只因为对方的一个眼神 现在再看陆北城 那凶狠暴力的眼眸里头 哪有九皇叔半点影子 他不是九皇叔 真的不是 可我刚才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像呢 真的好像啊 我就像是中了魔一样 对不起 这句微弱的道歉 让陆北城眼底的力气 一下子就减去大半 不轻易让人看到的锐利 很快就消失了 再看他 便又成了那个淡漠清冷的陆家九爷 刚才眼中那份吓人的力气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他松了手 长指落在自己左手手腕上 九儿才发现 他的手腕上带着一串佛珠 他心头掠过了一丝复杂滋味 听说佛珠可以化解力气和杀气 这位陆家九爷 只怕力气真的很重啊 现在看起来温和 只是一直在压抑着 他收回目光 不该管的事情不要随意过问 力气再重 那也是人家的事情 他站起来 整理好气息 才第二次提起这个名字 北木城 陆北城不说话 只是淡淡看着他 九儿心里依旧有几分不安 不过他表面很冷静 舅爷 为什么叫银安城为北木城呢 为什么要问这些 轮椅掉转 回到桌旁 他给自己倒上了一杯红酒 真久而看得出来 他心情有些浮躁 否则也不需要喝酒来平复 他和北木城 到底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一个普通商人 何必投资 不会带来任何回报的考古队呢 他有些试探性的 走到他身后不远处 我 我听说以前有个古老的国家 叫北木国 陆北城捏着酒杯的长纸 慢慢在收紧 继续 其实也没什么继续的 就是 久而想了想 换了一种轻快的说辞 我对这个传说中的北木国 非常感兴趣 但查遍了所有资料 都查不到相关信息 那 你从哪儿听说的 既然没有资料 他的听说从何而来呢 是 一位老人家跟我说起的 随意扯得谎 他知道很笨拙 对方大概率也不会相信 但至少陆北城没有追问 他只是抬起手 将杯子里的红酒一饮而尽 钢脚杯被他放了下来 那几根修长如玉的手指头 在桌上漫无目的地轻轻敲着 北木城 就是北木国的皇城了 真久而的心 一下子就被绷紧了 他有些失控 快步走到陆北城跟前 急问 你怎么知道的 陆北城看着他 他也在看着他 战黑如暗夜星辰的眼眸 这时候才发现 哪怕陆北城坐在轮椅上 他站着 两个人竟然还能坐到平视 这位爷的身高 目测接近一米九 在他面前 九儿显得太弱小了 舅爷 你是怎么知道 北木城 就是北木国的皇城的 是谁告诉你的 他很焦急 心情外露 藏都藏不住 但陆北城 却依旧是清冷淡漠的 他的目光 也没有任何温度 嗯 听一位 老人家说的 九儿总觉得 他是在讽刺自己 可他自己隐瞒在先 所以没有办法要求别人 那九爷 你能不能 很晚了 陈小姐 如果不打算爬我的床的话 还请你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 管家应该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爬床 真九儿的小脸 微微一红 下意识后退两步 摇头 爬床这种事 我不是那么感兴趣 除非他是九皇叔 就算是九皇叔 也不能那样荒诞不羁地 去爬他的床 会被九皇叔取笑的 九皇叔 真的好想他呀 九儿言底有几分失落 连声音都贴了一抹低沉 好吧 我不追问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 北牧城 的的确确 是北牧国的皇城吗 上千年的历史 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陆北城转过身 继续给自己倒酒 话语间 有几分让人猜不透的忧深 也许 我也在寻找答案呢 真九儿总觉得他怪怪的 不是他人很怪异 是他真的有时候 好像九皇叔啊 可是他 如果是九皇叔 他不可能不记得他 紧张不安的小手 慢慢在绷紧 他张张嘴 看着他帅气逼人的侧脸 欲言又止 好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 试探性地唤了一声 九皇叔 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他明明是听见的 果然 不是九皇叔 真九儿 常叙了一口气 很失望 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既然明天 就要出发去北牧城 那就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也许能找到 九皇叔的踪迹 那一夜 真九儿心里藏着事情 辗转难眠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黑眼圈十分明显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昨晚 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 九儿小姐 九爷在餐厅里等着你呢 女佣过来 给他收拾行李 九儿小姐 我帮你准备好了衣服 和日常用品了 还缺什么 你随时跟我说 九儿随意看了一眼 护肤品 防晒霜这些 都准备好了 果然是实实在在 回到了二十一世纪 但是这个二十一世纪 和他认识的那个 又不一样 他找不到 所有从前认识的人 从前自己受训的队伍 这 不是他所认识的世界 一个和二十一世纪 平行的时空 脑袋瓜很疼 九儿敲敲额角 没有 足够了 跟着管家走进餐厅的时候 看到视线里那道身影 一瞬间又沦陷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